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在太阳丘下面,就是无名指下方 出现许多这种小格子的温度 这个是属于赚大钱的手相 这种手相一般是为人诚实稳重,口才极好 以及获得他人的信任 再加上对金钱是既敏感 敏感度非常的高,理财能力非常强 都愿意把钱交给他投资 如果一个人拥有这种赚大钱的手相 再加上智慧线也比较清晰深长的话 那么说明不在于小钱 会比一般人更容易赚到大钱 一般具有操作一些大额股票基金贸易方面的天赋 做大生意的,就是说明比较聪明 而且再加上有财运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呢就是在太阳线这个无名指下方出现 手腕附近,并且延伸到手腕附近 已经穿过了生命线了 这个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讲的太阳线的长短 跟人的富贵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非常有才华,意志力坚定 做任何事情不达目的不罢 并且呢源于内心的执着信念 他们从事任何领域的工作都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啊 如果是太阳线附近 再出现一条平行的命运线 那么这个是财富运极佳啊 即使白手也能够齐家啊 独自打拼 也能够这个成为一种大富的状态啊 我们看这个是大拇指 我们看大拇指的这个纹路 当然这里没有图片里面没有啊 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个元宝 这个是福远文啊 福远文呢又叫孔子眼 聪慧过人啊 这个在因缘方面是容易 这个男曲贵妻啊 女驾豪门 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纹路 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手中的元宝文啊 这个是人生的财库 代表积蓄比较多啊 容易坐拥巨额资产啊 房子车子啊 这都是不在话下 这个是首相当中的财库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好了 有关这几种吉利的文录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